泽连斯基求援不好使了 美国北约态度变化明显 有笔章还没找你算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巴尔以冲突爆发之后 泽连斯基明显吃醋了 认为美西方曾经给乌克兰的所有热情 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了以色列的身上 那么近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由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 那么国际社会可能会减少对俄欧冲突的一个关注 那么泽连斯基还强调 希望美国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支持 特别是冬天逼近了 如果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的话 那么时间将站在俄罗斯的那一边 不过五角大楼的回应堪称一决 根据CNN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报道称 同时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 可能会导致五角大楼弹药库存耗尽 还特意提到 今年早些时候为了援助乌克兰 美国从以色列的储备中撤回了数十万发的炮弹 将其运送到了乌克兰 那么这两句话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那就是美国无法同时为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弹药 而最重要的是 必要时刻乌克兰可能还得援助以色列 毕竟之前那批弹药就是以色列援助给乌克兰的 如今以色列那边打得更凶 乌克兰不得回礼吗 在美国国会内讧的背景之下 也不排除五角大楼这番表态 是已经开始对泽连斯基感到不耐烦了 去年西方媒体也曾经爆料 拜登曾经在一次私下的谈话中发飙 怒斥泽连斯基要懂得感恩 这个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聊到过 拜登认为美国已经非常的慷慨了 所以泽连斯基一次又一次的索取 而且是在美国焦头烂额的时候 还来搞针锋吃醋这一套 也难怪五角大楼这次的回应显得有点不客气 甚至是带点威胁的意思 在呼叫蛮缠 回头就叫你乌克兰去援助以色列 而且美国一直有一笔账 没有和泽连斯基算 就在泽连斯基声称 尽管巴以冲突爆发 国际社会也不能减少对乌克兰的关注的时候 北约秘书长最近就针锋相对 声称尽管存在冲突 基辅也需要打击腐败 那么要知道 此前美国还向乌克兰派出一名 名叫马丁哈特的审计员 主要就是要调查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动向 以及乌克兰在武器采购等方面的腐败问题 结果这人却死在了乌克兰 那么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外界也都在流传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哈马斯的武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后基本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些武器可能是乌克兰的武器 外流到了哈马斯的手中 北约秘书长这个时候强调乌克兰的腐败问题 也不排除是在警告泽连斯基 乌克兰的贪腐问题这么严重 泽连斯基还有连索要援助吗 美国可是还有一笔账没有找你算的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